第九屆宜蘭縣公共工程優質獎 今天下午在縣政府一樓大廳舉辦頒獎典禮 由縣長林之妙親自公開表揚品質優良的工程 尤其如此的完工那今天的頒獎典禮你們真的很棒 所以縣政府對你們的肯定非常感謝你們 所以我們今天的頒獎典禮帶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能拼出宜蘭的好生活 其中交通處不但連續四年獲得道路養護金路獎 宜蘭橋的工程更是創設縣以來的紀錄 首次榮獲勞動部的金安獎 加上二姐聯絡到工程報名公共工程委員會的金子獎 有機會獲得三金的殊榮 三金我來了 我們在公路養護部分已經連續四年 拿到縣市政府的第一名 那我們今年獲得繼續獲得金路獎 那第二個我們宜蘭橋的工程 也獲得勞動部的金安獎 那這是我們設縣以來 有史以來第一次拿到金安獎 那我們的二姐聯絡到工程已經報名了工程會的金子獎 如果我們有機會獲獎 那將是我們縣政有史以來在公共工程有機會獲得三金 這樣的一個肯定也就是金路獎 金安獎以及金子獎的肯定 其他得獎的工程分別是南方澳漁港滴漁市場新建工程 下水污泥處理碳化示範驗證場 中央公園景觀水池及周邊設施修散 毛仔寮抽水站新建工程 南方澳漁港老舊碼頭改建工程 以18至2線道路改善工程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至少